高雄有一名楊生生他把愛車停在林雅區一處停車隔 好回來要牽車的時候發現車頭被刮花 疑似有被撞到 現場呢發現有一張字條留下來 可能是要負責任吧 不過打了上頭電話 對方卻說他不是肇事者 楊先生現在質疑是不是故意留了假資料 涉嫌肇事逃逸 警方會擴大周邊監視器的調閱 要找到這一名肇事者 一輛轎車停在路邊 只見車主不知所措 這件愛車左側車頭出現多道刮痕還掉漆 是誰弄的擋風玻璃上留有紙條 上頭寫是我們停車不小心上到您愛車 請和我聯絡 真相大白原來是被撞 對方留下電話看似有誠意要解決 但打過去讓車主好傻眼 有夠錯愕 懷疑真正的兇手留假資訊 涉嫌趙逃 10號下午4點多 陽性車主把愛車停在高雄 林雅區五廟路旁的停車閣 回來要牽車卻發現車頭被刮花 循著上頭留下的紙條打過去 要和對方商討後續處理事宜 卻驚覺趙逝者疑似留下假資訊 讓楊先生氣得報警 目前正擴大調閱電架 鐵石器離經影像中 有關趙逝逃逸部分 本分局後續將通知趙逝車主報案說明 衣櫃定肇事逃逸 最高可罰3000元罰款 並吊扣駕照一到三個月 車主報警氣凶 希望警方幫忙逮到嫌犯 否則恐怕只能自認倒楣 藉王家王超雄 王秀成 高雄報導